也被吹到全歪了頭 深深颱風威力增強 現在抵達鹿兒島燕美地區 日本氣象廳表示 未來預計24小時內 燕美大島降雨量 將達到400毫米 燕美機場前 總旅數被吹到變形 東到西歪 機場也貼出告示 緊急關閉 民眾哪裡都不敢去 就怕颱風天會餓肚子 超商商品全被狠掃一空 或加上空蕩蕩 讓當地民眾超傻眼 山上過去一天 因為卡在安行氣壓廠舟 島以氣流微弱 幾乎走走停停 山上未來也將繼續北上 預計29號逼近九州南部 強度也會繼續增強 帶來破紀錄豪雨 這是四天 這是不斷移動 本週日本全國天氣都將受到山山的影響 JR東日本和西日本從週四開始到週六為止也將計劃性停市 日航取消週三包含六條國際線共計超過100個航班 全日口也跟進 28-30號共計68個國內航班停飛 赴日旅遊的民眾務必追蹤颱風的最新動態 TVBS新聞 總和報導 山山颱風移動的路徑十分的緩慢 那麼接下來它會往哪裡走 哪些地區可能需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接下來很多人可能會到日本去玩 我們來請教一下氣象主播宣童 好 山山颱風在過了燕美島之後 下一站它就要前往這長崎熊本到九州一帶來登陸的機率是高的 而目前因為它走的也比較慢 所以看起來至少要等到明天的中午之後 它的中心才會登陸到九州 但即便如此 其實一些外圍環流已經陸陸續續 為當地帶來了不少影響 像是在九州公旗 今天的累積雨量 預估只有可能來到400毫米 兩天會超過600毫米以上 這雨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日本氣象廳也預計了 從禮拜四開始 它登陸到九州 接著會到四國 本州 而在關東雖然相對 它可能靠近的時候 強度已經有所減弱 但是它就算變成了一個溫帶氣旋 到時候連成了一條封面 依舊會為當地帶來不小的雨勢 甚至往北可能會到北海道 所以目前看起來影響的時間 可能會一直持續到9月1號 禮拜一長達是5天的 而在這颱風來臨之前 其實在愛知縣 這個日本的中部普郡市這裡 在昨天晚間就已經發生了土石流 一棟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也遭到了波及一家五口 因此而受困 但是現在雖然這颱風還沒有到當地 但他們也說未來幾天的預報上面 還是可能會降雨 同時伴隨著強風 所以當局已經向14戶 共37人發出了相關的避難指示 加齊 那麼當然隨著颱風的來襲 很多人就會擔心了交通運輸方面 是不是他們也會做一些因應呢 因為到時候可能會有航班 或者是航線會受到影響的先通 好 確實這個山山颱風 在過去幾個小時走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在過去每個小時 它可能都只走10公里以下 而在未來幾個小時也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處在一個 大的低壓環流的邊邊 所以它缺乏明確的導引氣流 再加上這個季節 其實高緯度的吸風帶 位子比較北一點點 所以要帶它走的速度會比較緩慢 所以也因為山山颱風 現在要逼近日本了 各地都還是要留意 會有治災的風險 同時交通運輸系統 也要提前來做因應 包含像是在國內 JR西日本幹線 在8月29號明天到8月31號 禮拜六都有可能會產生一些 計畫性的停止 原因是因為它的路線 修進預報產生了很多的變化 停止時間也因此而延長了一天 另外像是在東海道新幹線 還有山陽新幹線 也公布了全線 或者是部分區間的停止 而這個是在國內部分 而如果要講到航空部分的話 我們也帶大家來看 在日本航空 國際和國內已經取消了122個航班 而全日空也宣布 在8月30號禮拜五之前 都要留意航班上面的動態 所以要特別提醒大家 前往日本或已經在日本 要回來的民眾都可以提前的 打電話給航空公司 來確認你的航班 有沒有因此而延誤 也因為它這個颱風是貫穿日本的 所以日本保險公司 預計可能會損失超過211億元 而現在到日本去旅遊 不只要擔心天氣 可能還要擔心這個SOSI 因為日本的食人菌致死率大概有三成 全國的患者已經破千 死亡人數甚至來到250人 那麼疫情嚴重的地方 就是國人最愛去的 像是東京或是大阪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宣童 好 確實現在日本 真的是災情還滿多的 在這個病毒擴散的部分 我們來看到這日本的食人菌 在過去2023年去年的時候 全國病例是941元 死亡人數是163元 但是今年都還沒有過完 在8月11號之前 全國病例就已經暴增到1333元 死亡人數更是來到了250人 已經突破了紀錄 而當中這133人的全國病例 又以東京184元 全奈川91人 還有大阪76人 那麼很多人聽到這個食人菌 又簡稱它是叫做食肉菌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其實一般的社交活動 其實不需要特別的擔心 而且它也不算是一種新的病毒 所以一般人 健康的人 他不太會受到感染 但如果有一種人 你感染到的話 需要特別注意 就是年齡比較高的 還有免疫疾病 免疫功能比較差的 因為你感染之後 很容易會重症 甚至致死率是來到了 3到5成之多 不只輕的 可能會有一些咽喉相關的症狀 還會有高燒 劇烈疼痛 四肢壞死 還有器官衰竭 那要怎麼來預防這感染呢 我們看到在感染A型病例的比例 是超過了6成 有44%是傷口 9%是肥沫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出國玩的時候 要做好衛生好的習慣 好 謝謝宣童帶來的氣象資訊 不過要帶大家來了解到 台灣遊客到韓國釜山玩 結果金泉集體食物中毒 總共是有8名的台灣遊客 在釜山的一間餐廳用完餐之後 就出現不舒服的症狀 根據釜山消防災難本部 還有釜山市中區區廳表示 是在昨天下午1點26分 接獲一一走報案 總共有8個人 是在釜山廣運市中區的一間餐廳 吃完暴雨粥之後 就出現集體嘔吐 還有腹瀉等症狀 隨即馬上被送到醫院治療 而台灣遊客的年齡層分布 50到19歲有4人 30到39歲藝人 40到49歲有兩個人 至於50到59歲 也有藝人出現不舒服的狀況 目前釜山市的中區區廳 還有保健所 也在今天到這家餐廳 進行相關的衛生檢驗 針對環境跟檢體都有要調查 同時也把暴雨粥所使用的材料 送往保健環境研究所要進行化驗 歐洲研究建築 有習慣喝塑膠瓶中學的 民眾因為它裡面含有微塑膠淨物血液 很容易導致血壓升高 辦公室邊處理工作 也不忘補充水分 是每位上班族的日常 尤其因為飲水機 就在旁邊非常方便使用 平常都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用這兩個交叉 然後就在座位就用比較量大的 然後在會議穿梭的時候 就用比較小的 然後主要的考量就是 安全無毒這件事 因為尤其是我兩年前開始悲孕 我就特別關注塑膠微粒 或者是雙份A環境荷爾蒙 這些會不會影響可能生養下一代 然後這個習慣就一直延續到 我生完小孩到現在 我都滿介意這件事情 塑膠微粒影響生態 甚至人體的消息越來越多 以上發表在國際性科學刊物 為塑膠上的新研究發現 參與實驗的八名男性和八名女性 每天禁止攝取任何塑膠瓶 或玻璃瓶的瓶裝飲料 並在實驗期間 持續對受試者測量血壓 兩週之後 受試者們的血壓明顯降低 因此研究人員認為 減少使用塑膠就可以降低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我覺得手搖引的話不會特別減少 因為它是一個心理需求 但是平常在辦公室或是在家 我就會盡量減少用瓶裝水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小孩用的餐具 一定都是選環保無毒 而且是適合小孩的材質 那至於說平常會吃到 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真的很難避免 所以就是在有限的範圍當中 盡量做到就可以了 微塑膠是經由紫外線輻射分解 或產生的微小顆粒 在現代生活中可以說是無所不在 包括唾液 心臟組織 肝臟 腎臟 甚至胎盤都發現過微塑膠 雖然多項研究證實 塑膠瓶裝飲料所含有的微塑膠濃度最高 但過去也有研究證實 玻璃瓶裝的飲料也含有微量塑料 因為其實它有可能就是水原本就受到污染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用了很多塑膠產品 像塑膠的自常用品 塑膠的食品容器 所以這種塑膠垃圾到河川化 還有到海洋裡面 它都會被分解變成塑膠微粒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說我們瓶裝水水 它原本就受到塑膠微粒的污染 畢竟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持續的製造塑膠 如果沒有好好回收 反而進入河川 山林 甚至是海洋 而其實危害海洋的塑膠問題中 家用及工業排放的微塑膠 就占15%到31% 無形中微塑膠早已滲透在我們的生活 其實它在製造的時候 就有很多可能就會溢散到自然的環境裡面 對 那或者是說當這個塑膠的製品 它被使用完丟棄 那變成就是塑膠垃圾的時候 其實不管它是在回收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它就流到自然環境裡面 都很容易受到自然的一些 像是陽光曝曬 或者是風吹日曬雨 它其實就是會一直不斷的碎裂 變得越來越小 那在上面有五千 它就只是變成直徑越來越小的回塑膠 塑膠製品有它的方便性也難以取代 卻因為使用不慎造成流入生態 進而影響人體健康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證實發現 我們人體會去曝露到的途徑 已經不只是說只是海鮮 其實我們吃了像食鹽 或者是一些食物科的水 然後跟就是呼吸的空氣裡面 其實都有回塑膠 我們也不曉得說 到底你喝了多少量 會被人體吸收多少 也不曉得說吸收的這些塑膠微粒 它比較容易停留在哪個器官 有沒有可能造成器官傷害 要減少塑膠微粒的污染 目前也只能從污染源著手 因此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限速措施 像是擴大塑膠杯禁用範圍等 但就怕速度早已趕不上環境 遭受到的迫害 TVBS新聞和將謝丹奇特報道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歡迎收看15001的視頻 歡迎收看15001的視頻